你有什么毛病啊 这么想给我花钱 喜欢一个人 就想使劲给他花钱 有十块花九块 我剩下五毛留着满饭头 因为把他饿着 这都是粉丝做的吗 太好势力啊 你想去点啊 大家放松心态 既然我们来到了总决赛 就证明我们是有这个势力的 之后不要那么紧张 既然来了上海 我给大家放一下午下 好好地嗨一下 嗨什么呀 来这种网红旅游全是打卡 还不如平安金站场一日游呢 大家都来了 就去玩玩呗 就是啊 万一你回了家 人家问你 去上海吃什么好事了 你一排大匹数 住在酒店里打游戏真爽 多尴尬呀 就是 一会儿想去哪里啊 都可以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广结 可是我没有什么想买的 一个人形提款 基站你旁边 你跟我说这些 你觉得我是看上你的钱了吗 你是看上我的钱了吗 好了 大哥 你有什么毛病啊 这么想给我花钱 喜欢一个人就想使劲给他花钱 有十块花九块 我剩下五毛留着买饭头 因为把他饿成 酸啊 酸 你们不吃了 不吃我又多吃了 吃吃吃 这个都不吃 别说坏了啊 小胖你真是海量啊 我 Mountain 喂 靳 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上海一日游呢 怎么了 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嘛 你打算怎么过啊 这是头一会儿 我们两个人不戴エン Budget 还能聚在一起 我觉得还挺值得纪念一下的 今天送你什么呢 包 鞋 项链 手势 婚纱 算了 手势和婚纱还是让你男生送的 她可比我还有钱 你一句话要过生日 她能把东方明珠买下来 改名叫祝我老婆生日快乐她 你可千万别告诉她 今天是我生日 如果她真买了什么大件 把我剁成块按金卖 我也还不起 回来想有个男朋友 能送我个跪的 让我觉得把自己卖了 都还不起的礼物 你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总提我生日之差 这不是你亲爱的妈妈吗 她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跟我说这是你第一次 一个人过生日 让我好好陪你过 这种事情不会直接跟我说吗 她不好意思跟你说呗 什么 杨阳 阿姨跟你说 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 过生日都讲究浪漫 特别是童谣的 现在还有了男朋友 她这个男朋友还挺好的 长得帅又有文化 所以也不是不行 就是阿姨要拜托你 多提醒一下童谣 女孩子嘛 注意点 一定要注意保护措施 好了 好了 我先挂了 怎么了 脸这么红 我妈夸你长得好看 我去 不是吧 小胖一个人把这些全吃了 一个馅粉小笼包都没给我留 就这一点 还不够小胖塞牙份的呢 是啊 不过这上海馅粉小笼包 确实挺好吃的 嗯 没事吧 没有 没有 吃坏了 没事吧 啊 诚哥 我有事 医生 他没事吧 哦 没什么大事 急性肠胃炎 现在还有点发烧 活过你们可以放心 他年轻 身体素质还行 叔叔爷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谢谢 那就好